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们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 而不是说我们想要达成 我们自己想要的而去给对方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 是过去我们都觉得说 什么很棒 什么很好 我好想给他 但问题我们知道对方的感受如何 是不是他想要 第二个收获就是 其实早上的课程当中 有要我们去做一个创新或创意的一个发想 那过去的我呢 其实叫我画画很辛苦 因为我不会画画 叫我画一个 去想象一个说 我可以去发想什么东西 其实我也不会 但是早上透过心甘老师的一个分享 让我知道说 原来我也可以画画 原来我也可以做很多的一个 不管是创新的那个想法 或者是说我可以去发挥 我本来就有的特质 而是我自己没有去挖掘的地方 所以今天的课程老师也让我学到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说 就像静思雨说的嘛 人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今天也体会到这个说 也许我真的也有这样 我也可以做到这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就是透过心甘老师的一个引导 我们才知道说原来 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所以如果说像今天学到的课程呢 能够延伸到我们在下一学期的 辞少班里头 因为我是带辞少班 所以能够把今天学到的东西呢 也去规划成 先知道孩子想要什么 我们才给予什么 而不是说 我们一直想要把很好的东西 给予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很大的收获 放心吧 może不会来看 你们 roaringek 对 你们能够离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